佛法中说到众缘合合 有好的姻缘就有好的感化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在学童新兴发展的初期 给予正面的教育 之后的行为将不会偏离太多 就像孟母三千 孟科的母亲为选择良好的环境教育孩子 三次迁居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所以我们要为 这个成长的一个 这个宝宝或青少年 帮他具足一个比较良好的姻缘 所谓的孟母三千 他也是在帮 他这个一个心性还没有 还没稳定的一个青少年 找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所以佛法讲究这个所谓 因为我们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 是一个群居性的动物 所以我们不能离群所居 所以说一定是跟人 互相的互动 所以我们的人跟外界互动 那外界其实在讲就是人事物 那佛法在讲就是说 这个世间都是众缘和合而有 所以这个世间上 任何的事情都是元旗华 所以说我们知道元旗华的重要 我们就要善于选着 这个这样的姻缘 用好的姻缘 我们自然这个心情就受到感化 受到影响 那我们慢慢的这个成长就会怎么样 就自然 你有光明出来 这个黑暗就远离了 所以我相信 你的内心会受到影响会改变 佛教讲因缘和合 说明宇宙 世间人生 是结合各种条件而存在的 彼此都有互相依存的关系 因此有好的姻缘 心情就有好的感化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道